- 俄罗斯杀毒软件公司Dr.Web近日公开了一个被称为Linux BTCMINE,174的新型木码,想比传统恶意Linux病毒,它更加复杂,同时也包含了大量恶意功能。 盖姆码是一个包含1000多型代码的Share脚本,它同时也是能在受感染Linux系统上执行的第一个文件。 在入签Linux之后,脚本会寻找磁盘上具有写入权限的文件夹,进行繁殖,并下载其他模块。 之后它会利用CVE-20165195,右车Dedical,和CVE-2013-2094两个漏洞之一进行提权。 在获取root权限之后,木码会将自己设为本地守护进程。 在这个过程中,病毒将查找Linux系统上的杀毒软件进程名称,并将其关闭。 查找对象包括,SafeDoc,Ajus,U,Cland,Avost,Act,Snet,CMDMGD,DropWebConfied,DropWebSpyDocMode,SSU,XMIRRD.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,木码将执行其最主要的功能,对加密货币进行挖矿。 此外,木码还会下载,并运行其他动力软件,收集有关受感染主机通过SSH连接的所有远程服务器信息并长式连接, 以便将自身传播到更多的系统。 目前,DropWeb已在这处,B上释出了该木码客组件的SHA条文件哈希纸,开源中国真早开始了。 开源中国分W.OSCHINA.NET是目前备受关注,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开源技术社区,拥有超过200万的开源技术精英。 我们传播开源的理念,推广开源项目,VIP开发者,提供一个发现,使用,并交流开源技术的平台。 现在我们开始对外争稿了。 如果你有优秀的技术文章想要分享,热点的行业资讯需要报道等等,欢迎联系开源中国进行投稿。 投稿详情及联系方式请参见,我要投的更多详情请查看阅读原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